还好鱼已经停了 我听隔壁的老人说 今天应该是比年三十二那天 就是除夕那天还要热闹 现在看起来这个小区还是很安静 不知道一会是几点 十二点就开始放烟花放泡 大家好,我是九里 今天是初八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健健康康的 在新的一年里 一切顺利 喜乐 其实本身我今天是想出去 去上杏州桥 因为昨天我去了 昨天去错了 但是也挺好 拍个视频过来了 那边装饰挺漂亮 我现在是在家里 我今天就在楼上 我准备在楼上 可能看的比较远一些吧 其实这是只是二楼 很 视野不是太好 但是希望我在这个地方 也能 也能拍一些烟花的一些现场 让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听见有炮的声音 有那个鞭炮的声音了 但是没看到里花 其实在我们家说 今天初八叫腊八 我们要喝腊八粥 我妈每年都熬腊八粥和 也就是持旧迎新 也希望新的一年 顺风顺水 五股风登 一切都平平安安 家人平安 就是这些 就是在我们老家是这样 也有就是 祭神明 驱鬼神这一说 这个地方就是 马来西亚 就是从我这几年的经验 华人 马来西亚华人比较 比较近神明 然后进天宫 今天是拜天宫 还是应该下山去看一下 这事看不见 这事看不见 现在天宫到处都是 鞭炮声 拜天宫了 拜天宫了 祝风调雨顺 五股风登 大家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未经过 月亮 现在马上就十二点了 断断续续的就有烟花泡足的声音 其实在我们老家 在中国今天是初八 是喝辣辣粥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也是祭奠咱的仙人 然后驱除叫猫鬼怪 保佑咱们的朋友家人们 健康平安 无病无灾 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没有疫情 没有病情 没有这些灾难 这儿是拜天宫 马来西亚的华人 非常敬重神明 和咱们老一辈 中国的传统 中国人与一样 非常传统 希望这个传统 咱们实实在在都发扬下去 开始到处都是放泡了 我今天就没有 就在楼上了 没有下去 因为孩子明天上课 怕他醒来以后找不到我 然后耽误他睡觉 所以说我就没下去 昨天去的杏州桥 然后还把日子弄错了 还是别人告诉我错了 今天我也没有出去 那天的 那天呢 我得很大哥了 其實我的年齡和他的年齡差不多 剛才又過去了 騎摩托車了 還有人留言說挺有意思的 說他挺有意思的 非常喜興 智慧 老闆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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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处都是 都是 可惜我这个角度不对 站着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哈哈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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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